大家好 我是韓國A 今天的影片要派手了 大家要來猜猜看 今天有沒有很厲害 因為今年對我來說是 運動元年 2020年的最大目標就是 持續運動 然後我真的快要達成了大家 Oh my God 所以今天想說 我可以驗收一下我的體力 到底有沒有上升 想要挑戰用我的 11號公車 沒錯 就是我的 雙腳 跑步走路 都沒有關係 想說可以跟大家一起 在台北有 環遊世界的感覺 大家一定不知道這個環節是什麼吧 我們直接開跑 Let's go 好爽 好累 台北最近的真的超級長 突然上又冬天了 所以非常濕冷 那時候呢 我們真的不能相較於夏天 隨便裝備就出門了 冬天的裝備必須具備這三項 防水 防滑 還有包暖 就像今天的 攝影機 攝影機 早秒一下 今天腳上穿的是 Nike使用的跑鞋 防水防滑的功能非常厲害 衣服也是保暖的背心 跟防風外套 完全準備 很適合在台北的中間穿搭使用 我們現在呢 已經快要到我的第一站了 來跟大家說我要怎麼 跑步環遊世界 就是呢 我要吃台北的很多 異國料理 那我這次呢 跟很多在台灣的 沒辦法回國的 國外創作者們 收集了最道地 要有那種 家鄉味的餐廳 那第一站就是 美國漢堡店 這是劉沛推薦給我的 他說這一間就是最道地了 Burger Coat 快點進去吃吃看吧 耶 大家進來有沒有 聽到這個很美式的 hip的音樂 這個面子有點不一樣喔 我覺得特別的是這個馬來西 在國外美國所有的漢堡店都會有這個奶西 但是台灣比較少 我就點了巧克力奶西 它的肉真的不一樣 你看 它的肉質非常好 然後超juicy的 我以前在美國吃的漢堡是很有負擔 非常多醬料 但是這一間我覺得吃起來滿清爽的感覺 耶 吃完了 我們要去下一個國家 蛋缸吃吧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幫你穿鏡頭 雖然在台北下一天跑步有點狼狽啊 但是這個天氣我覺得還滿爽的 而且我裡面還有穿保暖的背心 所以不太會覺得很冷或者是不舒服 防水啊 防水 防水 我們快到了第二個國家的灘季 累累累累 我們到了下一個國家就是馬來西亞了 這一間也是蘇亞推薦我的最道地的馬來西亞美食 其實這附近是台道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還滿常吃的 也是馬來西亞朋友帶我來吃這一間 你好 大家 你好 提神講話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裡是 馬來西亞推薦最道地的餐廳 耶 耶 好棒喔 這一道就是在這一間餐廳最有名的咖哩雞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椰醬 所以呢 跟其他日本的咖哩味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香喔 雖然說跑步非常累 但是跑步後呢 食慾變得特別好 就可以吃更多好吃的美食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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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飽超飽 今天是來運動的還是吃飯 大家看 有變化吧 有沒有很好看 因為現在呢晚上了 這個天氣越來越冷 所以我換了長袖的防寒衣 然後這一次的Nike冬季單品呢 有非常多的功能 大家看這邊 不是屁股啦 這邊啦 你看這個 哇 我覺得超讚的耶 因為我個人是 不喜歡帶包包出門的 一個手間 那我愛上了 反正我等一下要慢慢跟大家說 它的其他功能 我們先走路慢慢消化去 下一個國家吧 Let's go 大家好 這裡有沒有很漂亮 這裡是我 在宿舍的時候 每天都會走的路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它都會有落葉 你看這個超可愛的吧 大家都會掛自己 最上的一些活動 我們就可以看這個 啊 原來有這種活動 其實這一些小樂趣啊 如果我今天沒有跑步的話 就可能會忽略掉了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跑步 慢慢探索台北 我好像可以再跑步了耶 現在已經消化完了 這裡是台大的墜月湖 然後這裡就有很多 這個叫什麼 蚵嗎 你是蚵嗎 好了 走吧 你有發現我現在都不會管 有沒有踩到積水嗎 我覺得這樣很棒耶 因為跑鞋 它有防潑水的功能 踩到任何的積水 我都不太會管了 因為最近冬天呢 會很常突然下雨 所以我覺得穿這種防潑水的鞋子 是非常聰明的一個選擇 我們跑到大岸森林工人了 我們跑到大岸森林工人了 散步走一走 彷彿來到美國的中央公園 我居然去美國中央公園 我居然去美國中央公園 我就覺得跟大岸森林好像 一樣美 對 而且在一個都市裡面 有一個公園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跑步的魅力在 就是可以享受 退步調的都市裡面的 慢步調的環境多麼好 也可以吸引一下很乾淨的空氣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的爬山的影片 我已經爬了超級多座山 所以其實這種鞋坡 跑上去都沒有問題 而且我有Nike的防滑的鞋子呢 它就不會有鼓慮的感覺 而且呢晚上呢它還有反光的功能 下雨天再加上晚上非常安全 然後大家問我我平常 到底為什麼吃那麼多 為什麼那麼瘦 其實我都有在重訓啦 平常有在跑步啊 再加上跟朋友們去打芋頭 所以我就 然後我如果真的有變胖 大家一定會說我變新鞋坡 我都知道我才不要跟大家說 被說是新鞋坡 我就已經這個 好快點去下一個 國家吧 Let's go 我現在呢來到法國朋友Louis 它最推薦的法式甜點店 它最推薦的法式甜點店 一七八九 十五五 耶 這一間呢我本來想要當下午茶 但是 跑步跑一下 不知不解 晚上了 這是這一間最有名的可頌 很好 然後Louis說 跟台灣的可頌 不一樣的點是 它的皮非常的脆 嗯 我第一次看這麼多層 又很漂亮精緻的可頌耶 你看它裡面的一些結構 非常的藝術 那最後一站呢 我們要去日本 想到日本就會想到哪裡呢 就是 中山 到了 這一間就是 我的日本朋友 托米最推薦的 最道地的 日式餐廳 飛錢 喔 今天最後一站 快點進去吧 哇 蚂蚁飯 好久沒有吃蚂蚁飯喔 好想念日風 來吃吃看這個蚂蚁 我覺得很平價耶 200多 我以前小時候其實不太喜歡吃蚂蚁 但是 長大了之後我就覺得 太軟軟的 很好吃喔 哇 這個炸蟹 喔 哇 安心 好喜歡喔 我特別喜歡 這種便當 就是如果 筷子或湯匙碰到它的時候 它就會有那個很療癒的聲音 大家有這種感覺嗎 來到這邊真的是很想要去日本 你看耶 如果我現在可以出國的話 我第一個國家應該會去 國標韓國 應該是日本 然後第二個國家應該是 紐西蘭 因為我很喜歡 大自然 你們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感覺如果在紐西蘭跑步的話 非常幸福耶 就是兩邊都是那種 大色的步 然後 有那個 在我旁邊跑 希望明年可以出國 耶 我環遊世界完了 我今天去了 美國 馬來西亞 日本 法國 我們今天在外面已經 要半個小時了耶 跑走跑走 其實我一年前的話 我真的還蠻討厭運動的 2020年我工作開始很忙之後 我覺得 腰啊 脖子啊 就是慢慢開始一個一個 變很僵硬 所以呢我就給自己一個目標 2020年我一定要持續運動 可是現在呢 運動就自然而然變成我的 一個日常 所以我覺得運動 不管是對身體啊 然後對自己的心靈也蠻有幫助的 因為我可能 除了睡覺時間 我就會想很多工作的事情 但是你一旦運動了 你就不會亂想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讓自己放鬆的一個好方法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優點是 你的這種小小的改變會 影響你周圍的人 會給他們一些正能量 這部分是對我來說 非常有成就感的 我的這個2020年的目標 已經達成了 但是我2021也會 一直持續的運動 大家也可以關注我一下 然後我也會關注你們 嗯 要一起運動喔 一起運動 其實跑步不用太快 你也可以慢跑 就可以發現到一些不一樣的台北 那大家不知道 喜不喜歡今天的 故故的台北環遊世界跑步地圖 這個都有我好好設計好的 但是為什麼會想要拍這個環遊世界企劃呢 因為台北的異國料理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在韓國的話 異國料理其實沒有那麼普遍 但是台灣是多元文化 所以呢 所有世界的美食都是超好吃 今年突然發生很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呢 我們可以藉此這個運動來 忘掉所有的煩惱 運動也可以重加抵抗力 我們一起動起來 然後把疫情幹掉 那這一部影片呢 會是今年的最後一部影片 希望大家2021年也要開一開心心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呢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的話幫我訂閱按讚 我是韓國威 大家拜拜 新年快樂